美国国务院7月26日表示 美国官员将于本周访问多哈期间 会见塔利班代表和阿富汗主要部门的技术专家 并讨论经济、安全和妇女权利等问题 阿富汗问题代表托马斯·韦斯特 和阿富汗妇女童和人权问题特使利纳·阿米里 将于7月26日至31日前往哈萨克斯坦、 阿斯塔纳和卡塔尔多哈 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·科比表示 美国谴责拘留或颠覆尼士尔民选政府的行为 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 科比敦促释放总统穆罕默德·巴祖德 并表示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就可能撤离美国公民的问题进行讨论 周三 总统卫兵将尼士尔总统留在首都尼亚美的宫殿内 邻国称这是一次政变未遂 但总统称这是一场图牢的反共和运动 发言人士尔总统 感谢观看